再来看这起火警意外 在高雄前镇区鱼缸北三路 在昨晚11点半左右传出了火警 而下方对货报也立刻出动了 大批人车到场进行救援 一到现场后发现铁皮搭建的建筑物套房 二楼冒出浓烟 而且有民众受困 下方人员也立刻冲进火场进行救援 好那么火警发生当时 已经有将近20名的访客 因为受不了的浓烟先行逃出 而下方人员到场之后 又陆续救出了10名访客 不少获救的民众脸都遭到熏黑 甚至还有人逃出来的时候 连裤子都来不及穿 幸好这起火警意外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至于详细的机会原因 还有带监视人员进一步调查离经